好嘞,首先大家周末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星期的郁穆罕公开课,今天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治愈生科的郑良振博士,郑博士博士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曾任腾讯AI Lab高级研究员,现在为上海治愈生科研究员,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联合培养博士后,郑博士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蛋白小分子相互作用的算法开发,那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郑博士,有请。 好的,谢谢穆罕,非常荣幸能够,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可以听到。 好,是这样,非常荣幸接受穆罕的邀请来做这个报告,今天呢,我的题目是数据驱动和基于物理接触的蛋白质小分子相互作用的预测,其实我更希望说这次报告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交流的机会, 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蛋白质小分子相互作用预测我这一块的一些,一些研究的发现,一些应用的成果,以及一些想法。 当然,由于,由于说,其实蛋白质小分子研究领域还是非常,问题非常多的,我们今天呢,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呢,都包括到,而且有时候难免呢,我们的观点会有些主观,所以也希望各位老师同学相互,嗯,就说批评指正,好吧。 那,接下来我呢,就开始今天的这个报告,嗯,我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然后在南洋理工大学生物学院做的博士,然后我的导师是沐浴光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呢,是分子动物学模拟,博士毕业之后呢,我在 台讯AI Lab工作了两年,主要研究方向呢,是蛋白质折叠算法开发,和蛋白质小分子相互作用的预测。 然后,2021年呢,我加入了 上海治愈,和 深圳先进院,然后现在主要的研究的方向,是 蛋白质小分子相互作用的预测的算法的开发。 那么,为什么要做蛋白质小分子的相互作用呢? 因为,实际上我们能看到说, 在药物设计中,小分子药啊,是非常重要的一块,2020年,这个美国FDA批准的这个药物中,小分子占据了半壁的江山,那到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趋势呢,基本上还是比较类似的,小分子呢,占据了一半的批准了新药的份额,当然,这里这个小分子啊,它是用这个,呃,它其实是还要包括一部分的短态的分子,所以基本上来说, 小分子药物还是比较主流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还有些很多的生物药啊,也逐渐在崛起, 毕竟说,生物药有很多的优势,是小分子没有的, 但小分子也有它自身的一些优势,是其他的,呃, 生物药所不具备的,那么小分子内的药物有哪些的优势呢,呃,比如说, 它好储存,就说,你比如说,那它这个小分子的粉剂,或者说药片, 它的存储和运输呢,要求是很低的,然后呢,又比如说呢,它很容易连用, 好几种药物,小分子药物啊,一起相互作用,它可能会,呃,产生比较小的一些干扰, 然后呢,小分子药物呢,它有时候呢,可以做促进剂,有时候呢,可以做抑制剂, 还有些时候呢,可以做那种modulators,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小分子的优势,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口服啊,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小分子药物因为它口服,它不需要通过一些注射的方式来进行给药, 那对用,对患者来说,它是非常有优势的事情, 谁都不需要每天扎上两针,对不对,这样就太难受了, 那,但是其他你看,抗体药,是吧,它这个给药方式就会比较难受, 所以小分子药呢,即使说,呃,从长远角度来说,蛋白药的比例会越来越大, 但小分子药呢,我们认为还是会有一定的,一定的市场, 所以对它的持续研究呢,也是有必要的, 再加上说,小分子药本身呢,它研究了几十年到百年的时间, 它有比较成熟的制药的工业,那这个背后的基础的积累呢, 也会对小分子药物设计呢,将来也会有很多的帮助, 所以持续对小分子药物的研究是有必要的, 但是小分子药物啊,它有优势,它也有劣势, 它其中一个主要的劣势是说,小分子药啊, 它的那个specificity啊,不够好, 就是有时候容易出现一些所谓的托把的一些效应, 那比如说像, 有一个结合在progesterone receptor这样一个受体上的一个药物分子, 那它的这个药物分子miforprinstone, 它早期的时候呢,用于堕胎, 但是它会有一些非特异性的一些unspecific的一些结合, 它可以结合到其他的一些类似的muconial receptor上面, 那所以小分子的这个,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劣势, 另外一个劣势就是说, 有些小分子它的这个结合强度还是不够, 它基本上能够达到辣摩尔的级别, 但是再往下面优化呢,就有比较大的一个难度, 所以就会看到说生物药, 有些生物药,抗体药啊, 在这方面会有更好的优势, 但是不论如何,对小分子药物研究呢, 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工业, 这么多年来有非常完善的前端, 前端的一些基础的研究, 中间的这个小分子药物的一些发现, 筛选,先导化物的优化, 以及说临床的前的一些一些实验, 以及最后临床的实验, 它整套的流程非常的完善, 它的一些机制呢,相对来说呢,比较简单, 它有时候当然也并不是每个小分子, 它其实都会很清晰呢, 所以实际上来讲, 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内容啊, 包含它是整个制药工业, 小分子制药工业中非常小的一块, 它只涉及到小分子的筛选, 和先导化物发现之前的一个算法的开发, 主要就是如何去做一些算法去筛选小分子, 那么那预测蛋白质小分子的相互作用, 最主要的问题是哪些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小分子是怎么结合的, 第二个问题是小分子是结合的多强, 那么对第一个问题来说, 它是怎么结合的, 就是说小分子结合在蛋白质的口袋中的时候, 它形成了哪些特别的相互作用, 使得小分子比其他小分子来说的更有优势, 比如说是不是有特异性的清建, 会不会存在一些ππstacking, 或者又有一些非常独特的πcaching的羊粒子π的相互作用, 或者hagophobic的相互作用, 那么这些相互作用呢, 使得这个小分子能特异性的结合到这一个口袋中, 问题也来了, 如果这个蛋白质存在很多其他相似的蛋白质, 小分子也可能会结合到类似的口袋中, 虽然它的亲和力的未必很高, 对于第二个问题关于亲和力问题, 那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煤的例子来说, 煤呢有很多有它天然的底物, 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设计出一些抑制剂, 能够去抑制这些底物的这个结合, 那么我们很直觉的一个想法是说, 设计出一些和底物比较接近的分子, 这个分子呢首先不能够被这个煤吹化, 同时呢它又能比天然的底物呢有更强的结合, 那么这就是第二个问题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亲和力问题, 当然如何去描述这个亲和力, 分子在体外的时候, 在在生化水平, 我们可以用KI, KD这样的常数去描述, 或者呢用IC50, 这样一些半抑制性的强度, 如果说我们考虑到细胞水平, 或者说一些生理的一些就是非分子层面的, 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些半Effective的这样一些concentration来作为一个描述, 那实际上由于在细胞类的时候, 分子这些相互作用啊, 它未必单纯是简单的这些物理规则, 它很可能存在一些生物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其实是不太好去描述的, 我们更多的时候呢在算法的设计中呢, 考虑的是如何去预测这个分子层面的这个斑定强度, 那么其实说是两个问题, 但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啊, 你不能完全去拆分出来看, 那说到第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结合的这个问题, 我们把它更结构化一点来描述, 就是说小分子结合在这个蛋白质口袋中的时候, 它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去结合, 这个结合的状态啊, 和实验的这个状态之间呢, 可能存在多么大的一个偏差, 我们的算法是要求说, 你尽可能的把接近实验状态的这样一些状态啊, 把它找出来, 排在最前面, 那这就是所谓的怎么结合的问题, 就是pose, 就是构像预测的问题, 那么其次呢就说, 我们现在是在做尝试去筛选一些, 能结合到蛋白质中的药物,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筛选呢就好比大海捞针, 你能想象早期的筛选, 当然除了实验, 我们不说实验的筛选, 实验的筛选一般通量在, 在几千几万数十万个分子, 但后来有DL, 就是DNA encode的那个library的话, 它可能能够更大的层面, 但是我们, 我们不说实验, 我们只说计算层面, 计算层面从早些年的, 几十万上百万的分子已经逐渐, 让这个b年级别, 就是10亿级别的分子的筛选呢, 成为了一个主流, 前两年发表了很多的, 这个雷切上的论文都提到说, 用超大的化学库去筛选小分子, 能得到不错的结果, 那么这么多个小分子, 每个小分子, 我们都一一的去结合到蛋白质口袋中, 我们要把这些小分子, 把它的这个亲和力去做一个排序, 但这里的亲和力是一个预测的值, 我们往往用一个能量的描述它, 或者一个打分去描述它, 那么你排了最好的这些分子,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去做实验验证, 所以这个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给定很多的小分子, 我们把不同的小分子, 它的亲和力给它预测出来, 然后呢去做排序, 这么这么一个排序的问题呢, 就是结合强弱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两个问题呢, 其实并不是割裂的, 它是有机一体的, 因为你在预测这个构像的时候啊, 你要考虑到说一个小分子, 它可能在蛋白质中有很多种结合的状态, 哪一种结合状态是最好的, 那么在预测这种结合状态的时候呢, 你就需要给它一个打分, 那么预测这个状态的打分, 一般的Dorking软件呢, 都是和筛选用的打分呢, 是统一的, 多数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构像预测, 也会需要一个排序问题, 但它的排序呢, 是同一个化学分子, 不同结合状态, 在同一个口袋中, 它的一个差异, 那么这一个打分如果比较准的话, 我们就能够很好的预测构像, 那如果最理想的情况下, 这个打分绝对的准的话, 它既可能解决这个构像预测的问题, 又可以解决不同分子的排序的问题,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 并不是所有的算法都足够的好, 使得那个构像预测和ranking问题, 都有很好的精度, 那么对于构像预测问题呢, 又有两种场景, 第一种场景呢, 我们称之为这个redocking问题, 所谓的redocking问题就是, 我们已经曾经解析过, 这个蛋白质呢, 和这个小分子的结合状态, 那么我们把这个小分子, 从这个口袋中抽体出来, 然后再重新对接回去, 那么这一个过程呢, 我们称之为redocking, 那么redocking呢, 它是用来检测说一个docking软件, 它好不好的这样一种指标,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cross docking, 所谓的cross docking呢, 就是说, 你这样一个蛋白质, 是我关心的这个蛋白质, 但是这个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呢, 是结合另外一个小分子的三维结构, 那么可能因为, 另外一个小分子结合进去, 这个蛋白质的口袋, 会随着那一个小分子, 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假设它是一种induced fading的一个机制的话, 那么我们所关心这个小分子结合进来的时候, 由于你不知道它是怎么样, 跟前一个分子induced fading的, 但是呢, 你还要求你的算法呢, 能够把这个小分子构向预测的比较好,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cross docking问题, 那么常用的一个cross docking问题呢, 会用一些cross docking的数据集, 去做一些验证, 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基于机器学习也好, 传统的方法也好, 在redocking和cross docking的问题上去做验证, 那国内做的比较好的一些老师呢, 像有像侯廷军老师, 呃, 张银开老师, 还有比如说王润晓老师, 还有张银辉老师, 还有姚小军老师, 他们都有各自的一些算法, 去做这样的一些, 一些打分的一些工具,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激烈的竞争的一个领域吧, 那么对于ranking问题呢,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小分子, 那这里是这些小分子, 他有一些实验的一个亲和力, 对吧, 那我们的算法能不能够比较好的, 通过一个打分, 来使得我们这个打分呢, 和这个亲和力呢, 有很好的一个相关性, 那比如说这里, 这有一篇论文, 他们把所有小分子和蛋白质的每一个氨基酸的, 这样一种相互作用啊, 把它拆分成不同的能量项, 然后呢, 再用一个理合, 你不管它是一个线性的理合也好, 还是一个机器学习的一个理合也好, 使得呢, 我们预测一个分数, 这个分数呢, 和实验的值有很好的相关性, 那么这就是我们常常解决这个ranking问题的一个手段, 那么早在很久以前, 机器学习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火的时候呢, 人们是如何做这样一个pose打分和ranking打分的呢, 比如说一个解决的思路呢, 是借助这个传统的分子立场, MM的部分, 它把这个蛋白质和小分子相互作用啊, 考虑水对它们的影响, 就是用溶剂的溶解自由能, 然后呢, 又考虑它们蛋白质和小分子之间的非溅的相互作用, 所谓的非溅的相互作用呢, 是指它们之间不形成化学键, 那原子和原子之间呢, 可能会存在一些泛德华的相互作用和库仑力, 就是静电的相互作用, 那么用水的影响, 然后呢, 加上这个非溅的相互作用影响呢, 再加上一些商的一些变化呢, 去描述它们之间的一个结合的自由能, 那实际上来讲, 这个方法呢, 有一定的精度, 但是它在计算这个溶解自由能的时候, 尤其是PB算法呢, 它用了波充波兹曼的方式去解这个静电式, 静电场, 它其实计算起来是很慢的, 它代价是很大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这种方法其实在glide里面, 用于蛋白质短态的, 这样一种打分的时候, 会比较常用, 那小分子中呢, 由于我们筛选的时候, 这个小分子的量非常的大, 它单个分子的计算量, 会非常的长, 那我们考虑百万级千万级的分子, 这显然不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方法, 那么, 另外一种呢, 就是说, 开发了一些基于经验的一些打分函数, 这个打分函数, 比如说比较有名的, 是奥特德克维纳里面的一个维纳斯过, 它把蛋白质和小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啊, 全部拆分到每个原子, 到原子之间的一个相互作用, 那比如说, 这个氧原子到这里这个氮原子, 它的距离是2.7个i, 它的这个, 它这么近的一个距离呢, 它可能会有一些电荷的相互作用, 也可能有泛德华的相互作用, 那么这个相互作用呢, 它把它单纯的拆分为, 一个原子到另外一个原子之间, 完全依赖于距离的一个相互作用, 比如说, 奥特德克维纳斯之间, 它用五个能量去描述它, 描述完了之后呢, 它把所有的原子对啊, 所有的这个能量啊, 进行一个等全的一个summation, 就是一个加合, 加合完了之后呢, 它就得到了分子之间的, 叫inter molecule的一个能量, 这个时候呢, 在减去啊, 这个分子自身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张力, 所带来的一个一个能量, 叫inter molecule的一个能量, 所以它就最后就得到了这么一个, 一个总的一个能量, 这个时候, 比如说这里这个氧和氮的距离是2.7的话, 它先做的一个事情就是, 减掉这个距离啊, 先减掉这个氧原子的一个半径, 再减掉这个氮原子的一个半径, 最后就就就通过减掉之后就得到一个一个距离, 那这个距离呢, 就是所谓的一个dis, 一个surface distance的一个一个描述, 它仅仅考虑说, 你把这个原子当做一个球来看的话, 球面到球面之间的一个距离, 带到这个能量的一个方程中, 那这个这个方法有什么优势呢? 它的优势是算起来非常的快, 尤其是它还会用到一些所谓的基于隔点的一些加速的算法, 然后使得这个计算呢, 能够非常快的实现, 从而实现大规模的筛选, 那么这两种都是比较传统的一些打分, 后面呢, 我们会介绍一些机器学习的打分, 那在此之前呢, 我们先可以讲一下, 就是说蛋白质小分子, 这个氢和力预测也好, 构像预测也好, 它有哪些数据可以用的, 再就是说用什么指标去评估我们这些算法, 这些打分的够不够好, 一个主流的训练级, 就是pdbbind, pdbbind呢, 就是从现有的pdb库中, 找出蛋白质和小分子的这些case, 比如说这里这个10gs, 它是一个蛋白质和一个小分子, 这里也有可能是个短态, 所以其实是没有做区分的, 我们自己可能要注意这一点, 蛋白质和短态, 蛋白质和小分子的一个共结晶的一个复合体, 它会有一个pdbid, 然后呢, 它还会有这个论文里面, 这个数据里面所携带的一个, 亲和力的一个值, 这里呢是一个ki, 这个值呢, 它对它取一个负对数, 那么你就可以比较直观的了解说, 这个亲和力的强弱, 那么这个值越大, 就表示这个kd它越小, 就表示这个亲和力越强, 那很多后来的一些机器学习的打分, 深度学习打分, 对scoring来说就是, 亲和力打分来说, 基本上都是在你和这个pkd, 就你和这个常数, 一般来讲呢, 它的实验的测定方式呢, 有ki, 有kd, 有ic50, 有ec50,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说, 主要保留ki或者kd, 或者至多就说会考虑ic50, 那么有这么一个蛋白质和小分子的三维空间中的结构, 用这个三维结构呢, 去理合这么一个亲和力, 这是比较早的这个机器学习打分, 在做的事情, 那么, 比较严谨的评估, 一个打分函数, 它其实有一些比较严谨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 早期大家比较关心的像scoring power, ranking power, 后面呢, 还有一些描述dorking的power和screening的power, 下面我简单的在讲一些, 讲一下这四个指标分别在做什么, 比如说scoring power, 它说的是什么呢, 给定一个晶体结构, 这个晶体结构里面呢, 有这个蛋白质和小分子结合的状态, 这个状态呢, 大概率是对的, 虽然说因为晶体结构解析的过程中, 有一些小的部分可能有些信号的噪音, 但是这个晶体结构很大的程度上是对的情况下, 基于这样一个晶体结构, 我们尝试去理合它的实验的这个亲和力, 就是那个kidpk, 就是那个pkd, 那么, 那就这么一个理合的曲线, 实验测定的一个亲和力和, 预测的一个亲和力之间的一个相关性, 那它的数据来自于晶体结构, 就是给定假设这个3d结合的状态是对的, 那这个时候你去判断这个亲和力, 那么这个相关性, 就是scoring power所关心的事情, 那么还有一个叫ranking power, ranking power说的是什么事情呢, 是说有同样一个蛋白质, 这个蛋白质它结合了比如说5个小分子, 那么这5个小分子分别和蛋白质结合, 那么在晶体的实验中, 我们就可以找到5个pdb, 那么这5个pdb它的三位结构, 蛋白质在口袋区域可能存在微小的偏差, 那么小分子呢又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的算法能不能够很准确的, 把这5个分子对这个蛋白质, 给定这个经济结构的情况下, 给它一个排序, 使得这个排序啊, 这个spearman的coronation最好来算一下它的均值, 就是所谓的ranking power, 后面呢其实在现实中更常用的呢, 是后两种就是dorking power和screening power, 所谓的dorking power是指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数据集叫CASF2016, 它里面包括了285个蛋白质和小分子的共结晶的结构, 对于这每一个共结晶的结构呢, 我们把小分子抽出来, 重新对接回去, 对接之后呢就会产生很多的构像, 根据每一种打分的方法, 我们去做一个排序, 我们把排在最前面的一个构像去看一看, 看它和那个真实的晶体的构像之间呢, 偏差是不是足够的小, 如果它偏差足够小的话, 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一个蛋白质小分子对, 它的这个结合模式是对的, 就是dorking是成功的, 那么这285个复合体中呢, 有多少个对接是成功的, 那么它这个比例是多大, 就称之为对接的成功率, 比如说这是这个CESF2016的这个论文里面所提到的, 它认为说, autodog vina在选择第一个pose的时候, 它的对接的成功率呢, 在90%, 当然这个情况下, 它是把晶体的构像啊, 混在了dorking的构像里面一起去做这个预测的, 那么, 还有一个指标呢, 叫筛选的指标, 它叫screening power, screening power说的是, 我们如何能把真正有活性的分子, 把它选出来, 复集出来, 它比如说1%的复集率的情况下, 我们用这么一个例子来解释, 我们有一万个分子, 这一万个分子呢, 我现在假设知道有150个, 是真的能够结合这个蛋白质的, 就是说它叫true active的compound有150个, 那么这个基底的这个比例啊, 就是150除以1万, 那我们首先做一个虚拟参选, 虚拟参选完了之后呢, 把每个分子给它一个排序, 排序完了之后, 我们选择top1%的这些最好的这些分子, 其实就是100个分子, 我们去检查一下这100个分子中, 有多少个是真正的150个中的这些active的分子, 那这个比例呢, 比如说有32个, 那么就是32个除以100, 那实际上我们就以前的这个比例, 其实就是整个库的比例只有1.5%, 我们筛选完了之后, top1%呢, 它成了32%, 那么它的负极因子呢, 就是21.3%, 那么那这些指标是比较常用的, 描述一个打算方法好不好的一个描述, 还有一些其他的筛选的数据集啊, 比如说像DUD1和DUDAD, 那他们都有一些很强的假设, 比如说DUD1的假设是说, 比如说我们这有102个蛋白质, 对于每一个蛋白质来说, 我已经在看博的数据集里面, 可以找到很多真正能够结合的一些分子, 但是呢, 我们在做筛选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找一些副样本做对照, 那这些副样本呢, 我们会假设说这些要求这些副样本的这个分子啊, 长得既像这个活性的分子, 但又不是活性的分子, 那么我们就构建这么一个数据集, 那这个这个配本里面呢, 描述了这个数据集的构造方法, 而且这个数据集也在持续的更新, 现在的版本呢, 有102个把点, 每个小每个把点呢, 大概平均呢, 有224个活性分子, 每个活性分子呢, 大概对应着50个那个假设他不能结合的分子, 那这就是DUD1, DUDAD呢, 其实也挺有意思, 他是把, 比如说对每每一个蛋白来说, 他的活性分子呢, 大概还是这平均224个, 但是他的非活性分子呢, 用了其他的101个剩余的蛋白之中, 他们的活性分子, 所以他叫active as decoys, 就是把其他分子的活性分子, 作为他的非活性分子, 那么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的难的, 那这里不得不提说为什么他难, 因为我们会发现呢, 我个人不太不太不太倾向于去做这种 基于序列的星恒例的预测, 一个主要原因是, 这些模型他很容易理合到这个活性分子上, 他并不是学到了蛋白质和小分子相互作用的模式, 他而是学到了活性分子该长什么样子, 所以有时候对于有些模型来说, 你把那个蛋白质序列换一换, 还是那一批分子, 他预测的状态呢, 很可能比较像, 但后面呢, 也有很多的模型慢慢在改进这一点, 那么这一个数据集啊, DUDAD啊, 它是比较好的, 可以来检测这样一种Bias的一个方式的一个数据集, 好, 那前面也讲了很多的数据集, 也讲了评估的方式, 下面我快速过一下早期的几个打分算法, 比如说2021年的一个RF score, 它其实是考虑了所有蛋白质的原子, 的原子元素类型到小分子元素类型, 比如说所有蛋白质中的碳, 到所有小分子中的碳, 我们把它的所有距离都算出来之后, 数一下有多少对, 它的距离在12i以内, 那么我们就给它积一个数, 氮和氮也是, 氮和碳也是, 那么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大概81个特征, 那实际上由于蛋白质中有些元素它是没有的, 所以它没有81个特征, 那么就是大概是4乘以这边的9, 4乘以实际上就是没有81个特征, 然后最后它用这个东西, 这一批特征的去拟合实验观察到的PKD, 就是这里这个Y的标签, 那它拟合的效果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 所以它的基本的逻辑就说, 单纯从原子层面的这个相互作用来看, 就能够比较好的学到这样一个, 叫scoring power的这样一种指标, 然后18年的时候呢, 出了一个模型叫, 叫他Pavar Lansi, 他在Bioinformatics上发表的, 他其实是考虑说, 我们找到这个小分子, 晶体结构中小分子的位置, 确定它的结合中心, 然后画一个20乘20乘20乘20的一个box, 这个box画完之后呢, 他把它每隔一个I呢, 就把它做成一个小立方体, 那这个小立方体里面呢, 它可能至多存在一个原子, 这个原子呢, 比如说像这里, 这个原子呢, 它有可能是来自蛋白质的, 也有可能是来自于小分子的, 那么呢, 我们对这样一个原子进行一个, 一个19维的一个向量编码, 它包括它的原子内型, 以及一些其他的一些属性, 最后通过一个3DCN的模型, 来预测这样一个PKD, 这是它的理合的一个效果, 然后, 我们也快速follow了一把, 然后尝试通过晶体结构, 通过一些原子之间的相互接触的一个描述, 来预测这样一个, PKD的一个值, 实际上是怎么去描述它的呢, 其实是比较类似于早前的, RF score的那样一个模型, 就是计算所有小分子的原子, 到蛋白质原子, 分不同元素内型的, 这个接触的数量的, 一个统计, 然后呢, 把这个统计呢, 把它划分到不同的科程里面, 可以想象一下说, 靠的比较近的时候, 这个碳和碳之间的接触, 它有一定的分布, 然后呢, 碳和蛋之间的接触呢, 它在远的时候呢, 又有不同的分布, 那么根据这些特征呢, 我们进行了一个, 三D, 一个2D的CNN的模型的一个拟合, 最后可以得到一个, 一个PKD的一个描述, 它的相关性呢, 大概在0.816左右, 这个时候呢, 我们前面的, 包括RF score也好, 还是我们这里的NNN也好, 都是考虑原子层面的一个接触, 实际上, 我们后来进行一些额外的尝试, 就是说, 原子层面的这个接触呢, 会损失掉一些信息, 比如说, 我们没法区分说, 蛋白质里面的原子, 它究竟来自于哪干基酸, 为了补充这个信息呢, 我们更新了一版, 更新了这版的这个模型里面呢, 我们考虑说小分子的原子, 到氨基酸的最近距离, 如果小于一定的范围呢, 我们就称为一个接触, 那么我们划分, 我们这个接触的这个判断呢, 划分的不同距离的cut off, 把它做一个统计, 它统计出来这个图啊, 看起来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有些原子的相互作用啊, 它比较喜欢近距离, 就是说它有不同的分布, 这个分布呢, 可以通过一个神经网络进行一个理合, 最后得到一个PKD的一个描述, 这个模型呢, 它比上一个版本的精度有了不小的提升, 总体来说就是它的相关性在, 在那个2016的Corset上提高了大概4个百分点, 到去年的时候呢, 我们又一次性的把这个模型推到了, 目前我们认为已经是, 不可能再提高的一个精度的范围, 就是说就给定这个测试级和训练级的情况下, 对轻和力的描述呢, 我们在一个基于attention的一个model上, 能够拿到接近0.89的一个相关性, 那么这么一个相关性的精度呢, 要考虑到说原始的晶体结构里面,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并没有考虑到晶体里面的水和离子,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接近0.9的话, 已经是比较高了, 比较接近天花板了, 那我们将来也不会继续在这个, 这个scoring power这个指标上进行一个提升, 但是为什么还要做这么一个事情呢, 因为如果你要做docking power和screening power, 那就要求说你的scoring power要足够的好, 那究竟有多好, 是不是scoring power和screening power能同步提升呢, 我们其实并不能明确, 就单说基于attention的模型来说, 那我们把所有的原子, 他做了预测之后, 每一个原子, 他的一个attention的score, 把它画出来, 我们就会发现说, 有些特异性的一些相互作用, 比如说, 这个tyroson和这个, 一个本环方向环的这样一个相互作用, 他有很高的attention, 就说明他们这样一种相互作用, 被这个模型抓住了, 到最近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不再主要考虑, 这个scoring power和ranking power, 主要原因是, 我们在真实的应用中, 更多的场景是面对的是对接问题和筛选问题, 说白了就是说, 药物筛选, 你更多的情况下是不知道, 小分子和蛋白质的晶体结构的情况下, 你还要去给它一个打分的, 那么它不再适应于以前的一些算法,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从数据的层面来说, 其实我们的训练机和测试机啊, 还是比较容易存在一些交叉的部分的, 和overfitting的问题的, 那现有的很多的模型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我们意识到的, 在最近这个版本呢, 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并且尝试去逐渐改善它, 那我们最近的一个工作中, 想去解决这样一个talking问题和筛选的问题, 那基本的假设是说, 传统的打分方法, 它还是比较通用的, 就是它足够的general, 但是呢, 它有很高的假阳性率, 那么我们能不能够通过怎样一种方式, 去降低这种假阳性率, 尤其是降低对这个bad pose的一个假阳性的一个描述, 使得这个算法更准, 那么我们就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尝试, 比如说我们把VNAS过也好, 或者说那个needock也好, 又或者说像其他的一些smina的那个score也好, 把它作为一个potential, 那这个potential其实它是一个empirical的, 一个基于经验的一个打分, 然后呢,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基于机器学习的一个修正, 这个修正的目的呢, 是要保证原有的这个VNAS过这种通用的, 这个模型的一个通用性, 同时呢, 使得呢, 这个假阳性率呢, 得到一定的控制, 这样一个模型呢, 它的数据是基于经济结构, 然后把每一个小分子呢, 做一个重对接, 对接回去之后, 产生100个构像, 那对于对于每个构像呢, 其实它和真实的构像之间就存在一个偏差,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去预测这个偏差, 并把这个偏差呢, 作为这里的这个修正项, 那么比如说哈, 其实这个PPT就是今天我们所做的这个报告里面, 最主要的, 就是说最想讲的一个点,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这里举个例子,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蛋白质小分子对接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这个蛋白质呢, 我们其实是有经济结构的, 但是我这里没有用经济结构, 我用alpha4的2呢, 去预测了一个结构, 然后把小分子对接回去, 对接回去, 就是, 那对接回去就是这里这个上一color, 这个草蓝色的分子, 就是我对接回去的一个状态, 那个紫色的分子呢, 就是我根据这个晶体结构, 把晶体结构中, 这个小分子的位置, 把它transpose到我们这个alpha4的2, 预测这个状态上的一个结构, 那你可以把它作为一种, 接近真实状态的一个状态, 由于alpha4对这个策略的描述, 并不是特别的准, 使得这两个, 使得这两个本环之间有点近, 但是我们anyway, 还是把它作为一个lative的一个pose,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Dorking的第一个结果, 这是用OthdogVina做的一个Dorking, 他的Dorking的结果的第一个状态, 他的能量是非常低的, 就是Dorking的算法认为它是最好的, 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说, 它和真实状态之间有很大的偏差, 这个RMSD大概在5到6左右,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RMSD, 为什么能量这么高,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会发现说, 继续往下看, 第四第五个pose, 就是说排在第五的, 能量排在第五D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 它才和这个实验的结构比较接近了, 好, 现在问题来了, 实际上最好的pose, 它不一定能够被打分排在最前面,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器学习的修正, 使得这个东西被排在最好的pose, 被排在最前面,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能够预测这个RMSD, 这样一个pose的一个RMSD, 这个RMSD呢, 它越小了就说明这个pose越好, 那我们交叉来说, 就是当一个pose它的能量不仅低, 而且预测的RMSD也低, 它大概率呢就是一个好的pose, 那这就是这个工作最核心想说的事情, 那么我们就把机器学习和传统的物理打分呢, 做了一个组合, 那这个组合上来说, 这个权重啊, 我们让α加β等于1, 我们随着这个β的这个变化, 我们发现这个对接的成功率啊, 它有个曲线, 当这个β等于0.5的时候, 就对VinaScore来说, 它们的这个权重是等权重的时候, 这个预测是最准的, 后面呢我们在一些Dorking的场景下, 进行了一些测试, 就发现加上我们的打分, 加上这个GINA也好, 加上NIDOK也好, VINA也好, IDOK也好, 它能够使第一个构向的RMSD啊, 平均来说下降, 然后呢同时呢, 对接的成功率呢, 又能得到一定提升, 对筛选来说呢, 其实, 这个筛选的结果也是类似的, 就说用一个VNA的Score, 加上我们一个机器学习的修正, 它在这样一个筛选的结果上呢, 能比较好的超过以前的一些Gold Score也好啊, 那个Delta Phenal RF20也好啊, 或者Glide的里面的一些Score也好, 都会有一些明显提升, 同时呢在DUDE呢, 和DUDAD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横坐标啊, 是一个, 基于3D CNN的一个对接软件, 叫LINA, 它做虚拟筛选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精度, 我们做虚拟筛选的时候, 是我们的这个打分呢, 加上我们这个打分作为一个修正, 去修正它的一个打分呢, 那它这个虚拟筛选的一个精度呢, 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都在上三角, 就说明明显的提高这个负极因子, 对DUDAD的数据集呢, 也是类似的情况, 然后这是分不同的那个DUDE里面的, 不同subgroup的一个精度的一个表, 我就略过了, 那我们想做的一些模型呢, 往往都是说, 希望它能够有比较好的解释性, 就是哪怕它是一个机器学习的一个工具, 或者说深度学习工具, 我们希望说, 它能够真正的学到一些物理的相互作用, 原子层面的一些接触, 那么实际上来讲, 我们这个工作里面用到了一个机器学习, Random Forest的model, 那么这个Random Forest的model呢, 对于我们特征的里面的每一个特征的权重呢, 它的重要性呢, 都有一个值, 那我们把这个值呢, 把它Vitualize一下, 试图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说, 小分子的原子的类型, 到蛋白质的, 这个GUU这个氨基酸的, 在不同距离cut off上的, 这个权重的重要性呢, 在这个地方有个很大的一个亮点, 就说明, 大概在4.5个I左右, 小分子的氮原子, 比较容易接近这样一个氨基酸的侧链, 的氧原子, 的氮原子, 基本上, 这是一种很强的一个相互作用的一个特征, 然后, 阿基尼也有类似的特征, ASP呢, 也有类似的特征, 所以, 我们尝试说, 通过这样一种特征的重要性, 去了解我们的模型, 学到了什么东西, 好, 到这里为止呢, 就是说算法, 我主要想说的就是这些, 然后, 有一些可以提的事情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做基于物理接触的一个相互作用, 有人可能会想, 我们是不是能够把, 现有的这个晶体结构库里面的这些东西, 做一些统计分析, 其实统计分析也好, 机器学习也好, 都是对数据一种理合, 因为有人可能会想, 是不是, 能够通过量子化学的方法, 去精确的去看, 每一种小分子, 在蛋白质口袋中的, 它这种相互作用, 它这个比如说基于这个, resilulevel的一种, 比如说, 这个集团层面的一个相互作用的一个, 一个orientation, 那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说, 因为小分子化学空间过于广大了, 那小分子呢, 可能有10的64次方总, 那每一种小分子呢, 它有不同的这个, 片段, 那每个不同的片段呢, 和这个蛋白质的不同氨基酸之间的这个相互作用呢, 很显然, 它是不规律的, 也许, 这个地方它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浮原子, 它整个相互作用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如果想通过量子化学方法去精细的去描述它, 那首先工作量很大, 它也不现实, 那所以我们早期的很多模型呢, 都尝试从原子层面去做建模, 比较好的方式, 比较好理解的就是说, 原子层面的相互作用它虽然简单, 但是呢, 好在呢, 它比较规律, 就是它这个特征呢, 比较规律, 当然随着后面的这个graph模型越来越多, 深度点缘的模型越来越多, 这些也都不是问题, 但我想说的是, 我们如果明显的去提取出这些相互作用, 并用这个相互作用呢, 去加到机器学习中, 它能够让模型的这个拟合的能力啊, 能迅速的提升, 这也是我们做过很多尝试的一个发现, 就是特征的建模还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也不太喜欢用3DCNN这样一种模型去直接对这个体系进行建模, 它有些主要原因是你要从长远的角度去考虑, 我们做这些模型将来都是要变成一个能够直接用来做Docking的工具, 就是Differentiable的, 那一个端到端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在这种场景下, 我们最好是能找到一些特征, 是对这个坐标可导的, 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那么呢, 接下来呢, 我简单的讲一下我们在这样一些工具啊, 在Docking在筛选上的一个应用, 比如说, 呃, 我们现在把, 呃, 安年代的SFCT呢, 做成了一个server, 搬到了公司的一个平台上, 一个云平台上, 那我们在, 比如说这是一个猴豆病毒的, 一个O1L的一个分子, 一个蛋白质, 它现在呢, 在2018年FDA批准的一个, 一个药物, 是针对这个Pox病毒的一个特效药, 那它的结合模式呢,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 基于机器学习的一个打分, 在这里, 同时呢, 给它一个, 一个VNA score的一个打分, 通过两个时候打分的, 一方面呢, 你可以评估这个Pox的MSD, 另外一方面呢, 你还可以评估这个, 这个传统的打分, 它究竟好不好, 一起来看这个Dorking的好不好, 我们在很多煤的体系上, 也进行了一些测试, 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一些结果, 另外呢, 我们在筛选上面也做了很多尝试, 从去年年中以来到现在, 我们进行了五个体系上的测试, 就是用SFCT这个算法, 做虚拟筛选, 那筛选的酷了, 有大有小, 一般我们就会选择这个Cembridge的那一个酷, 1.3万个, 1.3个Million的分子, 一个一个去做对接, 然后这里呢, 有不同的拔点, 这个拔点呢, 有的拔点比较经典, 有的拔点呢, 它比较浅, 比如说这个MRSE呢, 它天然能够结合ATP, 但它这个口袋啊, 在蛋白质表面非常的平缓, 在各种对接中, 我们会发现说, 都不能够很好的去结合到, 小分子都不能够很好的像ATP那样, 结合到它经典的那个口袋上, 但是呢, QuickVina呢, 能够实现这么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呢, 使用QuickVina, 加上SFCT, 作为一个修正, 去做了这么一个虚拟筛选, 我们发现呢, 我们买了12个分子, 其中有两个, 达到了一个活性分子的一个范围, 后面呢, 还有4个Target, 我先也不一一细说, 那这里面呢, 比如说还有一个体系, 这个Furion的一个被验证了, 它确实能起到抑制的效果, 实际上, 我们这个地方一起有这么多个分子, 前面这个蓝色的方框中的方法, 都是直接用AutoDogVina做的筛选, 这个红色方框呢, 是基于前面AutoDogVina的这个结果, 做了一个基于这个SFCT的一个修正, 修正之后, 我们就选了两个分子, 因为当初啊, 我们不太清楚这个算法, 在真实实验中究竟好不好, 所以呢, 我们只测了两个, 这两个中呢, 就有一个活性分子, 另外呢, 在一个DNABinding Protein的体系上, 这个DNABinding Protein呢, 它能够结合DNA, 那么呢, 我们在FDAApproved Drug, 大概用了其中2000多个分子去做筛选, 然后呢, 买了这么6个分子, 其中就有这个C5这个分子, 它能够影响这个DNA和蛋白质的Binding, 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早先的假设是说想找一个分子, 使得这个分子结合DNA的这个ZDNA的这个效果呀, 不太好, 结果呢, 筛选出来这个分子呢, 反而使它的这个结合变得更好了, 这就是有时候啊, 我们我们这个这个对阵模型假设是非常的Oversimplified, 就是就是这也是常常会出现的一些事情, 但是anyway, 就说他可能这个小分子使得这个结合更紧密了, 这个事情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此外呢, SFCT这个算法呢, 还可以用来做反向的虚拟筛选, 那这个地方是一个reverse facial screening, 掉了一个字, 想说是说, 比如说, 脱罗酸这个分子呢, 在里南界中, 它有14个天然的靶点, 那么我们想看一看算法能不能够在这个全蛋白质组, 就是里南界的27K个蛋白质中, 一个一个去做对接, 去做打分, 然后看头10个中, 我们发现了有4个都是里南界的这个ABA的一个receptor, 那其他的几个分子呢, 也有类似的一个体系, 但前面这些计算呢, 都是这样的, 拿到蛋白质, 拿到蛋白质这个蛋白组之后呢, 我们用alpha4的2啊, 做了一个预测, 这个预测完了之后, 用我们自己开发的一个口袋预测的算法呢, 进行了一个口袋预测, 口袋预测完了之后, 做一个分子对接, 但因为实际上它的口袋可能有多个, 你并不是说一个蛋白质只对接一个口袋, 我们是一个蛋白质对接10个口袋, 至多10个口袋, 然后对接完了之后呢, 做一个打分的修正, 那这个打分的修正呢, 就至关重要, 没有这个打分的修正, 三个体系上, 它基本上就找不到头10个蛋白质中, 它就找不到它的天然的把点, 但是修正之后呢, 或多或少了, 它就能找到一些, 那为了验证说, 这个算法在反向虚理筛选上, 究竟实验上有多准, 我们找了一个霉的发现的一个体系, 就说有这么一种大环状的分子, 它可以被水解掉, 我们想找到一个水解的霉, 那首先呢, 我们的合作者呢, 通过生物信息学的方法, 从大量的训练数据库中, 去找了几百, 找了上百条的, 那个可能的水解霉, 然后我们使用AlphaFold2呢, 去进行了一些建模, 建模完了之后呢, 我们进行了对接和打分的修正, 最后呢, 我们从10个, Top10里面的蛋白质里面呢, 去找了一个, 进行了实验验证, 刚好这个实验验证, 就发现了这么一个蛋白质, 它确实是一个, 这个ZEA分子的一个水解霉, 那这个体系也证明了说, 我们这样一种算法, 在虚拟, 在反向虚拟散言上, 是有一定的潜力的, 最后, 我们想提一下就是说, 这个分子对接, 以及筛选里面, 小分子的打分立场, 它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做一个比较大胆的一个假设, 虽然我这里不逆flag, 但是我们觉得, 基于一个神经网络, 我们最后希望做一个端到端的一个小分子优化, 这个小分子优化呢, 希望将来说替代现有的传统的打分, 去做这个Dalking, 然后最后这些是感谢我之前的合作导师, 以及山东大学的李伟峰教授, 深圳先进院的魏彦杰教授, 以及我之前合作的一个山东大学硕士生, 王泽琛, 以及王胜博士, 好, 我今天主要就是讲这些, 请大家有问题可以交流一下, 嗯, 好嘞好嘞, 好, 非常感谢郑博士给我们带来这么一堂非常全面和精彩的分开课, 然后虽然就是中间网络出了些问题, 但是大家还是非常耐心的在等, 现在还有90多个人在线, 然后现在这个channel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说, 请问该方法可以从药物分子筛选出合适的DNA结合位点吗? 其实这个做不到, 因为我们的算法从数据集上来说, 它主要是预测这个结合模式和亲和力, 且主要针对蛋白质小分子, 对于DNA的结合模式呢, 其实它的做法应该是另外从晶体库里面去找到所有的DNA的那个结构, 以及现有的发现能结合DNA的位置, 然后再去做一个算法去进行理合, 对,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我们现在算法做不到对DNA的一个预测, 好的, 谢谢, 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晶体蛋白结构的对接和非晶体的对接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很大吗? 区别非常大, 区别非常的大,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粒子为粒, 这个粒子为粒就是说, 这个蛋白质是一个非晶体结构, 它这个结构是来自于AlphaFortu预测, 当然你也可以来自于来自于其他的结构预测都没有关系, 它的侧脸会有点偏, 在它标准的进气结构上, 这两个本环之间的这个夹角大体上是180度, 而这里发生了一个偏差, 这个偏差就会导致常规的一个多听软件在这里多听不进去, 那你比如说, 这个好像我记得是用Semina做的, Semina做的时候呢, 它可能对这个比较短程的这个项目作用有很强的忍耐性, 但是对Vina的话, Vina对这个非常近的这个项目作用有很大的clash的一个排斥项, 就会导致它一多听它就飞出去了, 那我们用比如说Semina来对接的时候, 它大概能找到第五个状态, 它就是一个第四个状态, 它就是一个晶体结构的一个状态, 那主要问题是预测的结构和晶体结构在测量这个偏差, 会导致多可以出现一些异常, 这是我的理解, 哎, 好的, 好的, 您是不是换了一页PVT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那个PTB bind dataset的这一页, 可能是我分享的问题, 对, 但是就说, 对, 我来分享是这个吧, 就说其实, 就说对于一个非晶体结构, 你预测的测量不可能完美, 你不完美的情况下, 比如说这两个之间过境了, 它分子就对接不进去, 它就找不到lative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东西呢, 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原因之一吧, 就是口袋会因为预测的结构, 会出现一些奇怪的一些侧量的一些形状, 就会导致多可以不太好, 然后有的多可以软件呢, 对classy呢, 又不能容忍, 所以会有问题, 哎, 好的, 好的, 谢谢, 呃, 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请问Vina打分甲阳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Vina还是Lina, Vina, 是Vina, Vina, 对, 以我有限的知识来看的话, 其实Vina, 它早些年用的那个数据集啊, 还是比较多的是晶体结构的, 就是说, 它见过的分子呢, 它可能还是OK的, 它没见过的呢, 它未必能预测的很准, 第二呢, 它这个能量向非常的简单, 简单呢, 有它的好处, 好处就是很通用, 呃, 然后它的问题就是说, 它由于过于简单了, 很多情况呢, 它不能够完善的考虑到, 有很多未见的分子, 未见的口袋, 它就会出现一些假阳性, 但对于已经结构的分子, 它可能依然会存在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 我们说的是pose本身的假阳性, 但你如果谈到说, 不同的分子做筛选的时候, 这个假阳性, 它的情况可能更复杂, 好的, 谢谢, 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最后那一页PPT, 就是最后您解释的怎么端对端呢? 所谓的端到端呢, 本身来说呢, 有其实有几种走法, 比如说有α4-2那种深层式的端到端, 就是你去深层这种原子之间的化学键, 这个主链的angle, 侧链的angle, 然后根据这个分子本身的, 它内部的一些坐标的特性, 去做这样一个深层式的一个端到端的优化, 那我们这个端到端呢, 它更多的是一种, 首先就说是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梯度的回传, 那这样一个神经网络呢, 它从正向来的时候, 是蛋白质小分子的复合体的三维坐标, 从这个三维坐标呢, 你预测出一个能量也好, 一个RMSD也好, 预测出来之后呢, 你对这个RMSD呢, 你求梯度下降, 就使这个RMSD降低的情况下, 你就能够得到一个梯度, 这个梯度呢, 其实是可以返回传到原来小分子的三维坐标中的, 但是呢, 又由于你期望看到说, 这个小分子本身内部啊, 它这个环呢, 要维持住一定的构像, 那么这个环呢, 本身呢, 它有个内部的坐标系统, 使得它不会发生这个距离和角度的一个偏差, 那这就是所谓的一个, 一个frame based的一个梯度回传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这个呢, 也是受那个Vina的一个启发, 做的这么一个工作, 目前呢, 我们正在整理, 哎, 好的, 谢谢, 呃, 下面一个问题说, 就是我们前面问的跟这个DNA未典有关的, 其实这个观众问的是说, 可能是说您这个算法可不可以预测药物小分子和DNA的作用, 估计不行, 对, 因为训练数据是没有DNA的, 是纯蛋白质的, 嗯, 好的, 好的, 谢谢, 呃, 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您好, 邓博士想请问一下, 这类达分针对金属蛋白把点的表现怎么样, 以及配体如果包含金属离子, 表现会有变化吗, 其实我们, 我们所有的模型呢, 它在训练的时候, 是没有考虑金属离子的, 所以呢, 我们在建模的时候呢, 可以不考虑金属离子, 然后实际上呢, 对金属离子表现呢, 我们没有看到明显的差异, 就是说, 呃, 它也是个平均的精度, 就是有没有金属离子的体现, 对我们来说, 精度都差不多, 都很类似, 所以也没有特别的去关注这个金属, 对它的一个影响, 因为包括水也好, 金属也好, 这种细节的相互作用啊, 在做对接的时候啊, 并不是所有场景都知道, 因为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干脆就先都不考虑, 因为我们模型都没有考虑, 所以有没有了, 你就说我们训练的时候是没有的, 你键毛的时候加进去了, 它肯定会有影响, 那建议就是说, 如果要做这个事情, 干脆就不加, 但是精度呢, 和其他的目前没有看到明显的差别, 嗯, 好的, 好的, 谢谢, 呃, 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呃, 虚拟筛选的能力除了和Vina以外, 除了和Vina对比以外, 有没有和其他的Docking软件对比, 比如说Glide, 有啊, 这里的这个score就是Glide的一个score, 这个, 这个, 呃, V2016Screening Power里面, 第一个方法是我们加Vina一起的一个组合, 一个修正, 然后第二个是Go的, 第三个是DeltaFinaRF20, 第四个是Glide, 第五个是Go的的ChemScore, 所以是有Glide的, Glide的大概在11.7级, 呃, 11.4级, 对, 嗯, 好的, 谢谢, 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呃, 请问是对蛋白质和小分子的复合物进行打分吗, 如果不知道蛋白和小分子对接的复合物可以进行打分吗, 这个应该不行吧, 嗯, 呃, 不知道我们就预测嘛, 就说这里问题是说, 你不知道蛋白质, 你就结构预测蛋白质, 那不知道小分子, 你就RDK的去预测它的三维结构, 然后做一个Docking, Docking完了之后呢, 你可以用我们的方法去做一个打分, 是OK的, 好的, 好的, 也就是说您这个是不管预测的, 就是就是说是拿来一个复合物, 然后进行打分, 还是说已经有前面的对接的部分, 对接其实我们在我们有一个服务器是可以做的, 我们自己的有一个服务器, 就是说你给一个蛋白质结构, 不知道小分子的结, 不知道小分子怎么结合的, 可以在这个服务器上做一个对接, 它自己对接完了, 自己打分, 这一列是Vina打分, 这一列是机器学习打分, 这里是它的三维结构, 所以是不需要提前知道, 可以不需要提前知道复合体结构的, 好的, 那对接的话, 这个算法也是您自己开发的吗, 还是利用其他的对接的算法, 目前没有, 我们有这个计划, 但是没有做, 它是目前是基于底层的是, 是iDoc, 但是它的打分是Vina打分, 好的, 好的, 谢谢, 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您提到的这个亿云平台是如何构建的呢, 这个平台呢, 它本身是一个, 具有多种生物计算的一个平台, 它包括结构预测, 口袋预测, 小分子结合模式预测, 性恒例预测, 其中还有一些结构预测, 基本上有的呢, 是我们自己开发的, 有的是开源的, 它是有多种计算的一个平台, 好的, 谢谢, 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请问这个模型的算法, 就是那些特征的信息, 可以在GitHub, 或者什么其他地方下载的, 可以下载到, 我们的GitHub都会有特征的详细计算方式,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计算原子到原子之间的距离, 和基于不同距离去算它是否接触, 所以这个是Python代码实现的, 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这个代码是如何实现的, 这样一个特征的计算, 在我的个人GitHub都会有的, 好的, 谢谢, 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老师您好, 机器学习相比于传统的对接打分方法, 计算所需的算力上有没有差异, 算力消耗和对接准确性应该如何权衡? 以现在来说, 就我们这个模型来说, 略慢, 就说, 以一个Dorking里面, 就说我们不知道复合体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Dorking, 再加一个打分的话, 打分的时间是对接时间的大概两到三倍, 那这个权衡是这么权衡的, 如果我们在蓄力赛选中一百万的分子, 那我们就去跑一百万次Dorking, 那这个时间你怎么也得花, 那这个时间花完之后呢, 你把剩下的排在最好的, 比如说前十万个, 去专门再做一个打分, 那这个时间呢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一般我们在, 我们这里所提到的一些虚拟筛选的这些项目里面, 都是这么做的, 基本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好的, 谢谢, 然后下一个问题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 这模式对于G7学习做柔性对接有见解吗? 目前的对接方法基本上是刚性对接或者半柔性对接, 对于测链柔性都没有考虑, Nina考虑了测链柔性, 但是太慢了, 怎么考虑到机器学习模型中? 我这是下一个, 你这个就是只是打分, 所以不涉及对接, 所以打分的话拿到的结构, 还是其他刚性或者半柔性对接得到的结构, 对吧? 对, 但是这个事情呢很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点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就是这也是下一代的, 我觉得下一代的对接软件的走向,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通过神经网络去做这个采样, 所谓的采样就是你看我们能够采样小分子, 我们一样能够采样测链呢, 对不对, 我们的测链是不是能通过类似的描述符, 其实这里我们考虑了蛋白质测链的, 但是呢梯度呢并没有传到蛋白质上, 我们完全是可以把梯度传到蛋白质上的, 让蛋白质和小分子一起在口袋中去运动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没做呢, 因为本身这个都不容易做好, 那蛋白质策略你要求它做得更好, 那你起码要考虑到比较重的, 像α4的类似的这种3D的蛋白质的模型,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清量化, 对吧, 但是总之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趋势, 就是你用α4的生成模型也好, 还是说结构生成也好, 还是用我们这种梯度回传也好, 都是比较好的半柔性的解决方案, 只是像我们这个体系里面, 我们没有去改变蛋白质的坐标, 不代表不能改变, 是可以做的, 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方向, 好的好的, 谢谢, 我有一个问题就接着这个问题, 就是您刚刚说这个可以考虑测链的, 但是比如说您拿来训练的这些三维坐标, 它有的时候它可能不是这个蛋白的, 和这个配体的结合的最优的结合模式, 就有可能有的晶体结构里面, 它有一些比如说距离太近了, 或者有一些可能距离有点远, 但是真实情况下它可能这个距离太近或者太远, 它只是在这个蛋白运动过程中的一小部分的一个构像, 它可能大部分构像, 结合构像是另外一个距离, 那这样的话, 如果同时考虑蛋白和这个小分子的柔性, 会不会对这个训练结果会有更大的提升呢? 会, 我觉得会, 那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这么想, 就是说由于训练集中, 不知道蛋白质的口袋长什么样, 那我们其实是可以构建多种蛋白质的口袋的, 就是说对接之前我们就先预先生成好, 这是一种,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说我们边做对接边去改, 就是把柔性对接的那种, 也把它放在训练集中, 柔性对接产生的那个复合体也放到训练集中, 第三种呢, 就是我们依据梯度回传的这个方式, 把梯度回传产生的中间结果呢, 也作为它自己的训练集, 那这个事情呢, 也是可以做的, 总之就是说, 如果要考虑到柔性的话, 那肯定是要, 在侧链的采样上, 要以某种方式去做这个采样的, 那这个代价是必须付出的一个代价, 好的, 好的, 谢谢, 就还有一个问题, 接着这个, 就是我之前看到过一篇论文, 他们是用这个, 减谐振动模拟, 就是那个normal mode analysis来, 就是做了一些模型, 然后我之前看到有一个包叫protein dynamic, 然后那个里面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蛋白的那种normal mode analysis, 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也有尝试把这个放到这种打分函数里面, 因为它的这个计算时间不是很大, 所以它类似于做了一个超级超级简单的一个动力学模拟, 对蛋白质来说, 或者是对蛋白和配体的这个复合物, 做了一个很, 就是很简单的模拟, 然后时间不长, 我们当时觉得它可能可以加到对接里面, 不知道这个你有没有就是了解过, 嗯, 我, 呃, 呃, 因为我早些年也做分子中学模拟, 对normal mode有一点基本的认识, 然后我说一下我的理解, 会不会对啊, 就是说normal mode呢, 我觉得它大多数情况下, 还是比较考虑整个蛋白质的dynamics的, 我们尤其是关心这个口袋侧链, 比如说一个本环大概只有几度的一个翻转, 它可能对这个对接结果影响很大, 这种场景下呢, 它normal mode呢, 可能达不到我们预期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呢, 如果我们把normal mode的结果, 作为一种预测的结果, 加到talking中, 加到打分中, 那实际上你就在一个不准确的预测上, 再做了一个预测, 那假设normal mode, 你的预测准确率只有0.5%, 50%的话, 你talking的准确率只有0.60%的话, 你看, 如果因为这样一个不准确的预测, 带来了一个噪音的话, 会不会更差, 我现在不能明确的说, 肯定更差, 或者肯定更好, 但是我主要认为normal mode, 还是更偏全局的dynamics, 对口袋的dynamics呢, 是不是能够专门只看口袋的normal mode, 如果可以实现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 好的, 好的, 谢谢, 主持人, 主持人, 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你们的问题太密集, 所以我一直插不进来, 就是我想问一下, 这个我, 我可能有, 听了听到结尾, 我有三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细节, 就是说, 您在您的presentation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要权衡trade off, 这个传统的, 传统的这个, 传统的打分, 以及用machine learning打分的一个, 像alpha beta的, 像这个trade off的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也是您作为重点来说的, 那么您作为重点来说, 那我假设您一定做过, 比如说传统的打分, 它的knowledge的盲区到底在哪, 以及machine learning的打分, 它的盲区到底在哪, 因为你要结合, 你必须得清楚它们两个的共同, 它们两个的短板和优势在哪, 才能去结合, 应该不会是直接结合了以后, 看得效果好, 然后就直接用, 对吧, 请问您是否做过这样子的validation呢? 我们在虚拟筛选选, 我们在大量的对接中发现的, 真实的打分, 就是传统打分是能够去找到构像的, 但是排不到前面,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 那这是传统打分的问题, 机器学习打分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有的case它非常的准, 但是有的case格外的差, 好, 所以我们认为传统的打分呢, 是比较稳健的, 哪怕它差的也很稳健, 就是说对接不好的, 它也很稳健的不好, 就这个意思, 就是说, 它在打分上其实是不够准, 但是足够稳的, 那所以我们就采取它的这个稳健, 那机器学习呢, 是有些场景格外准的, 那它其实就能够把一些不准的这些场景呢, 通过传统的打分呢, 去给它提升, 是这么一个逻辑在这里, 你也就是说, 您希望的是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它的这个方法, 它能把好的变得, 好的和差的它的standard deviation, 我就类似于像这样子的概念, 把它拉得很大, 所以说去弥补那个穿, 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 那么这个请问, 您有做过量化的validation在你论文当中吗? 哪方面的量化呢? 就比如说是他们, 比如说一套固定的数据集, 然后呢, 传统打分和你的机器学习单独打分, 然后对它进行了一个, 比如说他们是哪, 具体的是哪一些, 比如说哪一些小分子有这样子的错, 比如出在了机器学习上, 哪一些小分子的错出在了传统打分上, 这样子的话, 假如说有这种量化的, 就是落地的这样子的validation, 这样子的可以让我们后面的人, 可以看一下这个具体, 具体是不是这些分子, 自己有什么特征导致了机器学习的失败, 和传统打分的失败, 不知道您有没有像这样做一个统计,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那我只能说, 从大体上来看, 我们单纯的从机器学习打分, 或者单纯从传统打分和技学打分呢, 分别看了它的精度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你要我说, 是不是在285个V2016Corset上, 一个一个去看过, 说实话我还真没有,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确实是值得去仔细去看的, 这个问题很好, 那我们可以在将来, 对去仔细去看这个问题, 我明白你的意思, 因为我们研究毕竟要继续, 所以说我们可能, 你们已经做得这么优秀, 所以说希望从你们优秀的结果, 我们能学到一些东西, 所以我才问这个问题, 然后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您试图的去解释你们的这个model, 这一点让我非常impressive, 就是我很感动, 因为什么, 现在的可解释性的神经网, 可解释性的神经的算法, 毕竟现在还是少数, 那么您其实在有一张PT上, 不是已经说了吗, 说了并且用那个vitalize, 已经vitalize出来, 它好像是因为我不是那个生化背景的, 所以说我说的可能不太准确, 就比如说这个氮元素, 它的距离要大体上, 氮元素的距离好像是在某个距离, 对,在某个距离是不是它产生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而这个做法, 因为我不是这个生化背景, 所以我想问一下, 这个氮元素是不是在你们众多的这些科学家的, 是不是有一边地俗成, 是不是这个规律本来就是正确的, 我不太清楚, 因为这个策略呢, 它是个极性的策略, 这个带氮元素, 它一般往往有可能会带氢元素, 那有可能它们会形成一些电荷的相互作用也好, 或者说氢鉴的相互作用也好, 这种都是叫specific相互作用中, 最关键的相互作用之一, 所以它是有很强的这个生物和化学的相关的这个信号的, 就是直觉一看, 我就知道这大概就是个轻鉴的主要影响, 但凡代代元素, 很有可能就是它必须要形成一个轻鉴, 如果不行成, 它就是不好, 我们所有的模式全部都追求可解释, 因为我们自己不是做机器学习专业人士, 那我们要让自己去理解这个模型, 而不是去当做一个黑盒子, 我们所有的模型都会去追求这一点, 我其实也是比较倡议说去做这么一个事情, 对, 我明白您的意思, 这个问题原因是因为我的知识盲去导致的, 就是说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您说您在做多端对端, 并且您放弃了这个随地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按道理来说, 你们假如说你要做一个这个打分的工具的话, 其实在随地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后面加一个, 加一个fully connected或者NLP, 或者直接加那个像那个attention的层, 其实完全也可以做到这个问题, 也达到这个效果, 而这个随地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它能够更好地去提取它的, 比如说特征和neighbor的特征, 它的local feature是非常强大的, 而我们, 而你现在所学习的这个分子的这个对接, 正是它的原子和原子, 它本来就有这种空间的local的feature, 需要被提取, 那请问您为什么不去用它呢,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 其实我主要想的呢, 就是说因为你在做3D convolution的时候, 它是把那个空间化成一个一个的格子, 如果一个格子从这个格子跃迁到另外一个格子过程中, 它是不可导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可能数学上有点问题, 我觉得这里可能是不可导的, 如果我们有一个连续的方式让它可导, 就是说它这个原子突然从一个3D的病, 跳到另外一个3D的病了, 那它在这个标签上, 如何能把它变得可导, 如果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没问题了, 这个现在不是Transformer机器, 好像就能一部分解决对您的问题, 不是Transformer的问题是, 这个特征本身的一个特点问题, 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说, 这个原子从一个格子跳到另外一个格子的时候, 那它的那个特征呢, 那一个地方就全部变成0了, 另外一个特征呢就变成了一个向量了, 那从一个这么一个跳转的过程中, 它不可导, 您说的意思是Data的Sparts的问题, 对吗, 是不是太离散, 对, 你当然把它无限的小的话, 格子无限的小的话, 也许没问题, 所以我们不倾向这么做, 还有更优势的做法, 也是很好的能提升空间的, 我们也在尝试, 那根据您的Presentation, 你在前面已经假设了你的原子是一个球形, 那么你能不能在你的原子的中心点为命值, 然后呢, 给加一个, 就加一个一定程度的Standivation, 加一个高次球进去, 这样子使得它的空间面不那么Sparts, 看你一下有没有可能去做随地呢, 随地convolutional layer呢, 有可能, 挺好, 这一点挺好, 我们后面可以讨论一下, 沟通一下, 在我可以在我的GitHub上, 找到我的邮箱, 我们可以沟通一下, 好吧, 好的, 好, 谢谢您, 谢谢您, 这就是我的三个问题, 谢谢您, 好, 非常谢谢你的问题, 非常好, 嗯, 好的, 谢谢这个郑老师的回复, 然后也谢谢这位观众, 不过还是不推荐大家直接开麦, 然后因为前面已经有很多人提了很多问题了, 所以大家也可能有人在等着, 然后可能听完这个答案可能有其他事情, 所以就最好大家还是把问题发进来, 不然大家都开麦的话, 可能我们这个会议就乱成一团了, OK, 那我们就郑老师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我们就再看看几个问题, 行, 可以吧, 再问几个吧, 哎, 我觉得很难得遇到很好的一些问题吧, 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 对, 呃, 我们现在接下来的问题是说, 呃, 呃, 您好, 请问在比较打分函数的时候, 每个打分函数的训练级不见得一样, 这样比较公平吗, 魏国魏老师的工作只用PTP bind的refined set做训练, 是否大家应该像他这样做, 嗯, 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 就是说不公平, 肯定是不公平, 那另外一个结论是, 大多数现在的模型全是overfit, 包括我们的模型有一定的overfit的风险, 那为了抵御这个overfit的风险呢, 我们要在训练级上和测试级做非常严格的划分, 那我在support里面放了一个表,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paper发表这个工作里面训练级, 其实是, 其实怎么说呢, 就说, 嗯, 有后面按照不同的相似性做了一些划分, 那你把refined set做不同相似性划分的话, 其实最严谨的, 理论上我也比较推荐这个做法, 我们将来的很多模型也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就尽量去做一个理合, 去按照这个refined set里面的一个相似性的cut off去做这个事情, 对, 我比较推荐这一点, 那为什么我们以前没做呢, 其实呢, 一方面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另外一方面就说, 早些年的时候啊, 这些模型的精度啊, 还不容易提上来, 现在随着模型精度慢慢提上来了, 这个overfitting问题呢, 又成了大家关注的问题, 所以它有这么一个波动和起伏吧, 但我们上一个论文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并且已经按这个refined set, 在不同的训练级上做了一些测试, 会发现说确实影响很大的, 尤其是对这个dorkin和screening的power, 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但是对screening的power影响好像有限, 好的, 好的, 谢谢, 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您好, 请问大分子抗体和蛋白结合, 和小分子药物与蛋白结合的算法有什么不同, 哪个技术路径发展更快, 未来更有前景, 这是说药物设计吗, 如果说, 对, 说药物设计的话, 说技术前景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可能是两方面看的, 如果从资本的角度来看, 显然现在资本更青睐这个大分子药物设计抗体, 那如果从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说的话, 因为技术它本身是有臣服的, 比如说小分子可能不太受资本的追捧, 抗体药越来越多, 但是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呢, 又会发现说抗体药有存在它的问题, 它又会回过来看这个小分子加抗体, 这个ad, 这个, antibody的这个candrogate的小分子, 是不是又会更好, 又过了一些阶段之后呢, 它可能发现说短胎这个药物设计啊, 可能能解决一些其他药物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 这些都不能够以静态的角度来看吧, 就像这个风啊, 它是一阵一阵的, 今年吹是吧, 原宇宙, 前几年它吹区块链, 是吧, 这个东西它是不好说的, 我也不敢轻易的对未来做任何的预测吧, 好的, 谢谢, 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您这个模型对没有建过的新的蛋白的放化能力评估效果如何, 是有困难的, 就是说它对未建过的蛋白质啊, 它会掉一定的精度, 我们是看到这个现象, 当然不光是我们的模型, 我们测试了很多模型, 有的模型掉的更多, 那只能说我们的模型掉的没有那么多, 我只能这么讲, 那肯定是会掉精度的, 所以我们在有自己的计划, 说去做一些更稳健的, 我们飞艇更少的一些模型, 去使得未建过的蛋白质呢, 依然能够比较稳健, 这也是我们正在计划的事情, 对, 好的, 谢谢,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针对您文章中测得的对Nina的提升, 使用的是Nina提供的默认CNN加V呢混合打分, 还是单CNN打分, 是它哪个CNN模型, 应该是default的CNN模型, 好的, 好的, 谢谢, 然后下面一个问题说, 基于打分的轻和力预测和基于分子动力学的结合, 自由能预测比较有什么差异, 包括自由能围绕, 这个我也可能可以快速的说一下, 就是基于打分的当然比较快了, 基于分子动力学的你每个复合物都要做一个这个动力学模拟, 没有办法放在虚拟筛选里面对吧, 对, 比较难, 当然是有趋势说, 你可以去做一个online的一个tuning的方式, 就是说你在做一个蛋白质和很多小分子虚拟筛选的时候, 你在头前面的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分子, 去做比较高精度的绝对自由能的计算, 然后呢你再通过一个机器学习的方式去理合它, 那我反正就是这么随便一说, 对吧, 能不能实现我不知道, 但是好像是有方法可以实现的, 已经实现, 而且已经实现了, 那说到区别的话, 我觉得相对来说, 你要说这种尤其是两个小分子它相差不大, 那同一个蛋白质, 那随着精度更高了, 很显然FEP, 对吧, 它还是精度会更高一些的, 好的, 谢谢, 然后这边有最后一个问题说, 如果配体小分子和蛋白组成的复合物进行MD, 给定足够的模拟时间, 是否有可能最后得到所有可能的结合模式呢, 和刚性对接和柔性对接相比, 是否更有优势, 这个事情就非常的tricky, 怎么说呢, 就是说假设, 我们知道, 这个蛋白质和小分子的结合的口袋, 第一个假设, 第二个假设, 这个结合中, 它没有金属粒子, 第三个假设, 它没有辅酶参与, 那第四个假设, 你初始的蛋白质呢, 它处于一个比较适合结合的模式, 第五个假设, 足够长, 有多长呢, 你不计成本, 不计代价, 是吧, 天荒地脑, 那大概率是可以的, 但是很显然, 我们大多数情况下, 大多数的假设都不能得到满足,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那你不可能得到所有的状态,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和刚性柔性对接对比, 会不会有优势, 我们相信说存在一个balance, 就是说你算得越多, 理论上讲呢, 你得到信息就越多, 但是对于每个体系来说又不一样, 有的体系呢, 你得到的东西越多呢, 它这个信息可能越有帮助, 但有的体系呢, 你看到的东西越多呢, 它对你的这个噪音又更大, 那究竟怎么去balance呢, 可能每个体系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还是分体系来说, 但是我们能看到说, 愿意用MD去做对接后优化的这个趋势已经出现了, 在GCM上近期有很多的论文, 都是虚拟筛选加MD,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似乎来说还是存在一些优势的, 当然也可能我说的太武断吧, 好的, 谢谢, 对, 然后还有个评论说, LIP, RMSD, VNA, DOT, GIT, 不是公开库, 不发访问, 这个是您刚刚提到的那个放feature的, 对, 是这样, 这个论文马上要先发一个运营本, 接着就会开源, 计划是在一两个月以内, 嗯, 好的, 好的, 谢谢, 那大家就如果想去下载这个feature的话, 可以等郑博士发了论文, 然后这个开源之后, 然后再去查看一下, 然后对, 现在我们所有问题都解答完了, 然后聊天室没有新的问题了, 然后再次感谢郑博士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非常非常精彩, 非常全面的一个公开课, 我估计大家听完公开课应该对这个对接打分函数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了, 还有一些目前的最新的一些研究进展, 非常感谢, 然后我们也在问了您一个多小时了, 对, OK, 那就再次感谢郑博士, 然后感谢大家来参加,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那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